各位朋友大家好 祝内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我叫王浩然 王浩然王牧师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们这个频道是专门探讨信仰与人生的关系 让我们活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来 能够荣耀神的名 那么我受神的呼召 然后圣灵的感动 想在圣经的真理方面 有所建树 想把神对我的呼召分享出来 然后荣耀神 那么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同工 然后一起祷告 然后成就这样施工 那么这里面以后还有很多的 我现在就是讲一个系列 这就是五十讲 大家应该是很感兴趣的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那么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呢 我们知道圣经它是博大精深 66件书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众多的文字和篇章 跨越时代 跨越地理 跨越文化 语言文字很多 很多人读了圣经以后 觉得有困惑 读不懂 那么读了以后 有时候前后矛盾的 是吧 一看这个旧约的 这个血星啊 然后到了新约呢 然后看到很多的人爱 是吧 很多东西呢 跟我们理解起来是相差比较远 这个赌的时候 有人在教会可能很多年 对圣经啊 知道一些 但是呢 要说出个一二三四五来 然后说的时候 还是没有信心 那么证据这些呢 我就想呢 整对这个普世的吧 也是特别是整对 关心我们这个全世界啊 有十四五亿华人 还有北美地区的人 因为我在这个加拿大住了这么多年 在日本也住了不少年 说啊 那么呢 这个呢 希望呢 在这方面呢 能够有对神的有个交代 有个贡献啊 好不好 那么呢 我已经讲了36讲了 那么呢 你在听的时候 你也不可能可能听到所有的所有讲 那呢 我想呢 对你对这个圣经到底是讲的吗 有一个基本的概括 对 那么呢 比如说 我讲的第一讲 是吧 第一讲 你看一下 第一讲的讲呢 是不是 圣经到底讲什么 第一讲呢 树立有神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就是从这个世界观上看到这个问题 那么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讲的第二讲啊 就是说 我们讲的所有的是吧 我们都是在 人在讲话 是吧 你看到动物猴子和其他的 他都不可能做这个工作 是吧 我们现在谈的呢 这个地球上啊 整个渔州中 他这个能够进行交流 能够进行这个 主导这个事情呢 就是讲的人的事 那么人 他的本质是什么呢 人有什么特质啊 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 OK 这个你在其他地方 跟他看到了一样 还有呢 他这个人呢 在社会地球上呢 他尊成 他组成一个基本的单位 这个单位呢 就是家庭 那个单位家庭的圣经 告诉我们呢 当然这个婚姻家庭啊 他的是 是这个 他的起源 婚姻制度本身是什么 他这个婚姻呢 是由神 所赐给夫妇双方的 是与神 所立的约 这是一个讲的啊 好不好 对 对吧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 还有呢 现在社会 我经常谈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人权问题啊 人权呢 是啊 这个大家呢 所公认的 人权人权 是吧 到底这个人权 是吧 他为什么这么受人珍视啊 对吧 人权不可剥夺啊 对吧 你说我人权 是吧 人权这个 人权外交 是吧 我这个宪法 保障人权 联合国也保障人权 但有的国也保障不了 我就剥夺你言论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是吧 甚至连你的这个 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没有 我就是让你恐惧着 让你这个 听我的 是吧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什么呢 我们说呢 是叫天赋人权 是吧 那么有这个天赋人权的道理 那就是神赋人权 是吧 我们这个道理 圣经要告诉我们 是神赋的人权 所以我们才不可以剥夺 是吧 很多东西 如果你明白圣经这些道理的话 很多东西都可以解释了 公平正义啊 这是仁爱的啊 这些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怎么回事的 圣经告诉我们 这普世价值 是神所赋予的 是神所保护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谈的这个 今天呢 我们谈的这个 这个神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我可以说呢 我可以说 这是可以说 我自己认为啊 应该说是一变 划实在的著作 我现在呢 首先呢 把它到一个视频做出来 那么 我们会写一个浓锁本 来讲这个圣经 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呢 我们就把这个小册子哈 以这个电子的方式 以这个印刷品的方式 发给众多的 信主的 不信主的 朋友们 弟兄姊妹来看 然后呢 让神啊 这个真正了解 圣经讲的什么 旧约新约 是不是 然后呢 那么我们想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 那么神是大爱这个世界的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 赐给 赐给我们吧 所以呢 才能够让这个世界 更加美好 是不是 让人类走出这个困境 特别是这个新冠啊 这次大瘟疫以后 这个造成的世界 这个灾难 从这个困境中 真正走出来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想做个简短祷告 亲爱的八父 我们的天上的神 唯一的神 你大能地创造了 宇宙的万物 今天我们很多人 并不明白你的话语 也不知道你到底 在讲的什么 想跟我们怎么说话 神求你 使用你的仆人 然后呢 把这非五十讲的时间 把这个 你到底要说的话 讲给大家 特别是 整对我们 现代社会的现实和实际 主啊 一切荣耀 送赞都是你的 以上祷告 奉爱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么呢 我在第三十六讲的时候 讲的是 这个撒旦魔鬼是神 与基 这个和基督的对立的存在 撒旦呢 是神的对头 魔鬼是诱惑人的 讲了这个主题啊 那么现在讲三十七讲 三十七讲呢 讲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要理解啊 人都要经历这个事 人都有意思 但死后 在耶稣再来时 都会复活 你没听说过的啊 那么呢 复活以后 要面对神 耶稣基督的审判 这个对指导我们的人生啊 怎么活 是吧 怎么干 是吧 行事为人 是吧 那么怎么分配我们的时间 都有重要意义 都有重要意义 好不好 那么呢 这个 人都有一死 我们先说这个事 我们你有没有这个从小到大到现在 你有没有见过人死 OK 我这个小的时候 我们在河北省农村里啊 经常的每年啊 总得死几个人 那么死了以后 要不是后街里 要不是前街里 是吧 死了人以后 他就在家里门口呢 画一个用灰啊 画个线 OK 然后呢 把死了人呢 用一个饭碗 把吃的东西砸在门口上 摔碎一个碗 就说人家死了 OK 我在医院里实习的时候 是见过年轻的孩子死的 人也死的 那么呢 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小的时候一个朋友 得了大脑炎 我记得叫药儿 他也是死了 我记得他家里当时 没有棺材 就有个铺盖卷啊 用这个席啊 卷了卷 埋了 见过吗 什么 告诉你什么意思啊 人 从我们常识上讲 人都有死 就是说 最活的最长的人 OK 最长的人 那我前段查的资料啊 日本呢 这个有一个叫 渡边 智哲的 他活了113岁 死了 对吧 113岁死了 那么呢 在这个 成功的金银斯世界纪录 那有当然 还有其他的 也有活120多的 也有说记载130多的 OK 那么中国呢 在古代的时候 在这个 这个 清朝啊 他这个有一个 叫李清云的 看过他照片啊 这个照片 生云的 清 清朝呢 康熙年间啊 清朝康熙的16年 公元1677年 OK 1977年 他死于什么 民国22年 也就是公元的 1933年 OK 他活了突然 是不是啊 256岁 OK 但是最终怎么着 活了256岁 也死了 这个李清云呢 因为他这个 当时就是记载啊 不是很清楚 也没有一个详细的 身份证 这种记录 所以呢 这个呢 有疑惑 但是我想说的意思 OK 人 刀有死 刀有死 你不可能不死 为什么呢 因为人呢 是一个物质的组成 是物质的组成 那么物质的组成呢 这个物质呢 他这个组成的时候 他有细胞 细胞里面有细胞质 有细胞核 是吧 不管骨头也好 各方面的也好啊 我们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器官 心脏 大脑啊 这个肾脏啊 这些这些 他有个代谢过程 而这个代谢过程呢 这个最终的控制里面 都在我们那个基因组里面 我们叫genome 那么这个genome呢 就是他有23对染色体 里面有DNA DNA里面算成RNA RNA里面在编满出蛋白质呢 他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OK 那么这个体系里呢 他有一个从始到终的一个过程 OK 你可能这个可以短 马上出生就此 也可以长 是吧 10年 20年 100年 是吧 122年 OK 最终最长 他有个极限值 这个极限值呢 和这个内在因素 这个DNA有关系 预传这个 还有呢 和我们的环境有关系 你在这个地球上生活 有这个磁场 有这个空气 有这个水 有这个我们这个地球呢 围着太阳转 太阳的围着银河系 这么转 OK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就有一个寿命 是一个有一个必然的趋势 所以人死 是人必有意思 人必有意思 那么 OK 人必有意思 那么死了以后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人们都想啊 死了以后能不能复活呀 是吧 是吧 那么死啊 那么圣经里呢 也有对这个死啊 有一个技术 我想给大家补一下 补充一下啊 那个四经啊 特别讲到这个死的啊 有两个地方 有两个地方讲到死的啊 在这个传道书啊 第三章一到二节 对不对 不好意思啊 OK 传道书的第三章一到二节 凡事都有定期 记得啊 OK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OK 栽种有时 拨出是这个 就是拔出啊 所栽种的 也有也有时 总而言之啊 日文万物啊 都有个期限 就算这个太阳最后 也不过超过一百亿年 地球现在四十五亿年了 对不对 那么呢 西伯来书啊 九章二十七节说 按照命定 人人都有一死 别且死后有审判 咱们先说这个死的事啊 OK 总经来说呼吸停止 心跳停止 人一定会死的 大脑也完了 最近碰到一个 他妈把他爸爸脑出去 对 那最终就是 现在是出于这个昏迷状态 已经很长时间了 OK 所以可能就是脑死亡了 已经 OK 好不好 那么呢 死后怎么样 有没有复活 OK 有没有复活 OK 有的事死了 比如说圣经里特别记得 不少个事例啊 最这个 这个 这个 复活的呢 就是在这个 耶稣啊 他曾经让一个 他的朋友 叫拉萨路的 曾复活 拉萨路呢 有个姐 这个姐姐或妹妹吧 啊 叫啊 这个 对 他这个 他这个呢 记载这个 这个约翰福音 第十一章里面 那我这里呢 啊 为了给大家讲述方便 也是大家体验一下 圣经的内容吧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经文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好不好 他这个 约翰福音 第十一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 也说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OK 对不对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OK 是吧 这里是告诉什么的 死后是可以复活的 啊 so so 啊 他说 复活在我 耶稣是神的 他是圣父 圣子 圣灵的第二个位格 OK 万物都是 接着他造的 他既然能够万物 接着他造 那包括你人 也别在他造 那现在 他是重新 从开始造一样 让你复活 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想说是完全可能的 什么都是 都是在他的 那么这是 后面讲一个 叫理性的复活 这个理性的复活 对不对 那凡会 必永远不死 他就讲呢 这里耶稣 把这个复活呢 圣灵上另一个高度 神性的高度 他告诉你这个 对不对 神性的高度 这是说 马大说 主啊 是的 OK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呢 降临到世界的 那就是他信耶稣 耶稣有这个大能 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 第十一章 第最后的时候 四十三到四十五节 当时都是拉撒路 已经得病的时候 死了四天 那本来呢 这个马大 马利亚 他们想叫耶稣 他有医治的大能 在他死以前 能够把他 不让他死 把病给治了 然后就死不了了 但是呢 耶稣呢 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让知道神 掌握万有 他是生命的主 OK 所以呢 他就故意让拉撒路死了 并且死了四天 也就是说 星期一死了以后 星期五 已经到第五天了 死了四天 或者是星期四 或者是星期五 反正 对 然后呢 他去了以后 从坟墓里 发了臭的拉撒路 又让他复国过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 怎么说的 OK 对不对 他说了这话 那就大声的说 拉撒路出来 OK 那死人就出来了 OK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就对他说 解开 叫他走 OK 所以耶稣啊 就是说 他 这个呼唤了神 神造了万物 有这个大能 他有复活的大能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复活生命都在耶稣 你这活着还是死了 全在耶稣 对吧 然后你 他让你死 那你可能就死 他让你活 你肯定也能活过来 这个不由我们自己说了 不要跟 那就是说 从理性上讲 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复活 OK 那么也有人 他死了 比如说 他死了两个小时了 平常的时候 绝对不用再复活 再活过来 一般死了四分钟 大脑就不可逆了 不可逆的死了 OK 死了八分钟 或更长的 更是不可逆的死 但人就是真正 就算心脏在恢复跳动 身脏在恢复血流 这个人 大脑已经死掉 但是呢 有人实实在在做了件事 死了两个小时 也复活过来 那么这个复活呢 就像是拉撒路一样 他就是这种理性的复活 OK 复活是真实的 OK 那么 他是可以复活的 而且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 让这个拉撒路复活了 过去也有那个像彼得 像这个 他们也要让人复活过 是吧 也要让人复活 那么呢 还有一个复活呢 就是说 死后可以再活过来 神性的复活 我们刚才讲了个 理性的复活 比如说 相当于复苏一样吧 那这个神性的复活是怎么回事的 OK 我们平常这个死了以后啊 就是说 那么平常的大部分人就是埋了 然后是 我认为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死到又死 人死不能复生 这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一种常识 那是一种常识 但是呢 也有这个复活的情况 刚才说的拉撒路复活 也有死了两个小时再活过来的 也有很多技术的 死了以后再复活过来的 那我一个老师啊 牧师 他就是死 他不得死了 15分钟以后又活过来了 又活过来了 心脏啊 心脏 现在活得很正常 大脑各方面都不错 对不对 那么 还有一种复活 那么 现在这种理性的复活啊 活过来以后 还会再死的 他只是原来那个 心的这个停止跳动 呼吸停止啊 然后大脑 没有电波了 这种这个生命 一时的这个 完全停止嘛 这种情 这种一种情况 那么他会一旦恢复以后 他还会按照原来的步骤 按照这个定期 慢慢慢慢活 慢慢死下去 是吧 到了这个 或者短一点 六十几岁 七十多岁 长一点八十多岁 是吧 个别的像那个 长寿的长寿老人 113岁啊 这个这个 这个256岁的 这个是非常稀有的 会有的 但是呢 不管最终的时候 还是干照那种生命过程 会死的 因为你的DNA 你的这个DNA组 你的遗传 和这个我们现在说 生存的这个太阳系的 这个生存环境 OK 那就是这个状态 你吃的就是那个饭 肯定是 最后是那个生命要死 但是呢 有一种哈 我们叫神性的复活 那么这个神性的复活 是什么的 死后可以再活过来 死后再活 不管你是烧了 还是埋到地里的 多少年以后以后 都可以活过来 那是什么呢 是你这个 神知道你这个DNA的系列 神知道 掌控了你这个 你这个灵魂 掌控你这个灵魂 那么 只要到那个时候 神 他会让你活过来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 在这个 我们首先看一下 耶稣自己 他怎么死后三天复活 OK 在这个马太福音 第29章第6节 他这个去了以后 那耶稣他不是死了吗 是吧 他在十字架上定了以后 他去了以后说 他不在这里 照着他所说的 他已经复活了 照着他所说 已经复活了 你们到那里 去看暗房的地方吗 死了以后有个坟墓 那坟墓里面有那个人 现在呢 那个坟墓里面没了 对不对 不是偷了 人们都看着呢 不会的 是他自己复活的 那么在这个马可福音呢 第十第十六节的六到五 六章的五六节 他说呢 少年人对他说 不要惊慌 你们寻找呢 钉十字架的纳萨洛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请看暗房的地方 也是一样的 路加福音呢 第十四章六到七节 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 当纪念他 还在加勒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说 人子必须 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定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那么预计说呢 他死以前 已经几次预言 他自己要死 那么死了以后 被定在十字架上 死了以后 他三次预言 他自己要复活 一般人是不相信的 死了也不再相信的 但是耶稣呢 经过实证 经过验证 经过这个 触摸他 经过那么多人 确实这个耶稣是复活了 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特别是把这个死于复活呢 保罗呢 他所见的呢 他做了一个描述 他说 那当日所领受的 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什么 基督照着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着圣经所说 第三日复活了 基督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基督 他死了 他埋葬了 他第三天是复活了 所以耶稣啊 他是神性的复活了 而这个复活 不是灵魂的复活 而是身体的复活 身体和灵魂 全有的 那么这个复活的身 复活的这个人呢 和原来呢 有关系 但是和原来不完全一样 OK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一个是 这个离性的复活 我们平常说 这个生理上这个 OK 那么另一个是 神性的复活 那么神性这个复活 复活这个身体 就永远不再死了 OK 是永永远远了 这个永远在 那么这个身体呢 和我们平常 这个代谢 它已经完全 彻底的发生了改变 已经不受 这个规律的制约了 比如 这个规律的制约 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相信这是真的 那么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那神既然可以创造人 那么呢 现在让他复活 创造一个永恒的生命来 我想说是 那是正常的 是吧 那么呢 这个呢 到时候 真正有这种复活的人 是吧 那么呢 可以进行研究探索 是吧 他为什么能够拥有原言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为什么能够拥有原言 好不好 那么我们再看哈 人死后 这个 什么时候要复活啊 我们平常这是耶稣 或者呢 都是人死后呢 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 我们不是是个时候 就可以复活了 你说埋在地上 然后到时候 我烧了 然后到时候 我又要来这个身体 我有来一个这个 不是是个时候 就来的 那只有好好的等着 耶稣基督再来 耶稣死后以后 那他这个第三天 他复活了 复活了有四十天 然后后来 他又到了 上上天上去 那上天上去 已经现在过了 差不多两千年了 那一直在说 耶稣基督再来 但耶稣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再来 那么但是耶稣基督再来 这是肯定的时间 这个确确定的时间 那么只有 圣父圣子圣人的 圣父知道 圣父知道 那么呢 我们现在呢 那很多条件 正在正在准备当中 等这些条件 都准备好的时候 那么耶稣就再来了 OK 那么说耶稣基督 他再来的时候 那么什么呢 人要复活 OK 那么在这个 帖撒罗人家 前书啊 帖撒罗人家后书 都有这方面技术 我们现在 现在时间了 我就是把这个启示录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 我又看见的 因为给我 给耶稣做见证的 并为神之道 被斩首的灵魂 和那些没有拜过受 受相的 也没有在 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最早的时候 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他们牺牲的人 他们是头一次复活 分次数的 分批的 去的人还是 还没有复活 只等到一千年以后 第一次复活 耶稣再来的时候 一定要争取的那一批 争取的那一批 第一次 那你就复活了 那么给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个是享受的一千年 启示录第20章 第12节 他说我又看见 看见死人了 无论大小 都站在面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件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 都凭着这些 这些案 案卷所记载的 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记着了 不仅有复活 如果没有复活 他没法审判你了 但是你复活了以后 你必须复活 你一定能够复活 复活了以后 那又接受审判 那么这个审判 如果你 你真的是 在生命册上 也就是信了耶稣的 那么 那这个复活 对你来说 是无比美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有可能对基督基督一同作王的成员 那最不最差 也可以到时候呢 进了新疆新地里 是吧 OK 那么的 永远不死的身体 是吧 享受无比美好的生活 再也没有劳骨仇烦 是吧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在这方面 我们要做好 好好做好准备 OK 好好做好准备 那么呢 他是死了 死了以后又复活吗 复活以后怎么样 还面对这个审判吗 刚才也提到一些 死后呢 我们说有审判 在这个西伯来书 第九章二十七节 是吧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OK 死后却有审判 这个是 这是很肯定的事情 有的时候 我们不认为 死了一次一了百了吗 是吧 我们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所以现在 好好珍惜 现在的生命就好了 是吧 OK 做坏事的时候 有人也不计较 是吧 不怕 为什么呢 他就认为没有审判 是吧 没有复活这时候 是吧 实际上是有的 而且是有审判的 而且按照你所做的 所行的进行审判 你信不信 所做所行的审判 是吧 谢有审判 OK 使徒信一说 我们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他升天 坐在全能神 父的右边 讲来必从 他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OK 所以这个启示录 最后说 归于他海上 归于他海上基督的人 死亡和阴间的人 都交出来 他们也都是 按照所行的进行审判 所以 人死后 是可以复活 一个是理性的复活 OK 那么是这个 就需要神的大能 OK 那么需要 另一个是神性的复活 那么这个复活 人人都会经历的 那么是 这个发生在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那么再来呢 第一批再来的时候 第一批提上去 可能给耶稣基督 一同坐网 一千年的人 还有呢 经过这个以后 那么撒旦魔鬼呢 他们在那个时候 受了减 扔到无底坑里吧 对不对 那么最后的话 他听说 这个第二 后来的时候 那么进行 等一千年过网了以后 所有的人都会复活 活着的也提上去 到这个时候 他就分明别类的 进行审判 那么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好好 没有信的赶快信 那么因为你信了以后 那么就到你复活的时候 那么基在生命册里 那个时候 那么你赶不上第一批 和耶稣基督一同坐网 一千年 也可以赶得上 在审判的时候 不至于扔到那个 扔到那个火葫芦里面 去吃煎熬的 永有煎熬 而是说 有机会 然后在新天新地里 有你一个位子 有你的方法 然后呢 在这个吃那个 生命树的果子 吃这个生命 喝的水 和耶稣啊 这个在这个 新天新地里 一直到坐网 永永远远 是吧 对不对 那么是我们现在 要为人生的后 永永远远 打好基础 好不好 所以呢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妹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这个圣经讲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到底讲的什么呢 就是人都是有意思 但是死后呢 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 会复活 复活以后会有审判 是吧 那么我们呢 我们现在讲的 神性的复活 那么是 这个是非常 套多少钱买回来的 那么唯一的 你可以 在复活以后 有这个享受这个 永恒的生命 在新天新地里 那现在呢 你就赶快信耶稣 然后呢 这个持守你的信仰 然后呢 做耶稣教导 你要做的事情 爱神爱人 彼此相爱 宽恕 圣经 不做那些邪恶的事情 好不好 也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 大家都能够 按照这个方式去做 那么我们的家庭 必将和睦 家庭必将幸福 那么我们的社会社区 毕竟和 毕竟那个 结条 那么国家 这个人类 也会在不久的将来 废除这些核武器 也不会随便释放病毒 来伤害其他的人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人都有一死 死后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会有复活 复活后 会有面临神的什么样的道理 他给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你喜欢 并且给你家人 朋友分享 然后转发点赞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好 谢谢 我们再见